西风广播电台 作者安房侄子 翻译 彭义 三只老鼠决定成立一个合唱团 一只白老鼠 一只黑老鼠和一只灰老鼠 以前三只老鼠一直在阁楼上 墙缝里 分别悄悄地唱着歌 这回他们想走向社会了 走向社会 这可是一件好事 不过既需要钱 又必须努力才行 三只老鼠每天凑到一起 嘀嘀咕咕地商量着 不管怎么说 练习是第一哟 白老鼠说 不 应该先去球广播电台 歌唱得再怎么好 没有个演出的地方 总是白搭 灰老鼠说 不不 说什么呀 首先是西装啊 我们三个应该穿上一样的漂亮的五尾万里服 这是黑老鼠的意见 三只老鼠晚上连觉也不睡 互相说着这件事 结果 决定首先做西装 实际上 这三只老鼠都非常喜欢打扮 已经渴望无尾礼服很长时间了 我有个亲戚 住在一家西装店 白老鼠说 如果是旧衣服的话 可以很便宜地卖给我们 大黑老鼠摇了摇头 不 因为这是我们首次登台的服装 应该到一流的店里去定做 就这样 一天夜里 在黑老鼠的率领下 三只老鼠来到了后街的一家西装店 这当然是一家人的西装店 玻璃门上写着 缝制高级绅士服 店里头 店主老爷爷戴着圆圆的无边眼镜 正在踩着缝纫机 三只老鼠一二三的齐心协力去推玻璃门 可那扇门连洞也没有洞 好 就从窗子里进去 黑老鼠下达了命令 三只老鼠吃溜吃溜地向窗子绕去 谢天谢地 窗子正好开着一道小缝 花盆里的鹰草在风中摇动着 三只老鼠在它后头排成一排 齐声说 晚上好 非常动听的合唱 店主停下手中的活 瞅着窗子的方向 然后 出神地嘟囔道 呵 鹰草唱歌了 听了这话 灰老鼠叫喊道 什么呀 我们是老鼠合唱团呀 然后 三只老鼠冲到店主面前 排成一列 晚上好 哇 店主摘下了无边眼镜 端详着三只老鼠 那么就拜托您了 黑老鼠代表另外两只老鼠 表达了谢意之后 三只老鼠又迟溜迟溜地出到了店外 然后 到西装做好那天为止 三只老鼠一直都在热心地练习唱歌 白老鼠唱的是高音 黑老鼠唱的是低音 而灰老鼠唱的是中音 三只老鼠练得不停地舔水果糖 嗓子都疼了 这样 三月十九日那天晚上 黑老鼠压低了嗓音说 这下不要紧了 到什么地方唱歌也不丢人了 三月二十日过午 三只老鼠来到了西装店 这回 仍然是从窗子里进来的 在鹰草花盆的影子里齐声叫道 您好 店主老爷爷非常认真地迎接 三只老鼠的到来 欢迎光临 你们定做的五尾碗礼服已经做好了 是真的 缝纫机上整整齐齐地搁着 做好的三件小小的黑西装 等着穿他们的人 而且连配套的领带和袖口装饰用的钮扣 也准备好了 白老鼠一看高声发出了尖叫 什么都为我们背齐了 可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啊 领带和袖口钮扣 店主微微一笑 不 钱就算了吧 这是我的鹤礼 你们在收音机里好好唱 我会听着的呀 快点出名吧 听到这里 三只老鼠感动得热泪盈眶 白老鼠哭得太厉害了 一脸的泪水 三只老鼠穿上一样的五尾碗礼服 系上领带 用合唱作为谢礼 我们绝不会忘记您的恩情 三只老鼠穿得漂漂亮亮的 出道店外 聚到一起 嘀嘀咕咕地互相说了起来 这下可麻烦了 什么上收音机的音乐节目 你说谎了 于是黑老鼠碰得拍了拍胸脯 说什么呢 这不是正要去广播电台提出要求吗 行吗 真的能让我们唱吗 行啊 我们不是那样卖力的练习过了吗 黑老鼠傲气十足地抖了抖胡须 处罚了 向着中央广播电台那高高的电视塔 中央广播电台的门也是玻璃门 三只老鼠一二三的齐心协力去推玻璃门 可那扇门连动也没有动 找到后面去 黑老鼠下达了命令 三只老鼠吃溜吃溜地向后门绕去 广播电台的后门 一个戴着黑帽子 困得挺不住了的老头 正在打哈欠 表指向四点半 再过一会儿就下班了 春天的黄昏无聊地让人发困呐 老头子嘟囔道 这时 脚边突然响起了奇怪的声音 您好 像闹钟突然响起来了似的 老头子浑身一颤 然后往下一看叫道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不是老鼠吗 您好 三只老鼠又合唱着打了一次招呼 老头子眨巴着眼睛嘟囔道 打扮得可真漂亮啊 于是黑老鼠代表大家说 我们是合唱团 我们想到这里的广播电台去唱歌 接着灰老鼠说 行吗 是收音机的音乐节目 然后白老鼠说 我们练习好长时间了 绝不输给任何人 听到这里 老头子抱着肚子笑了起来 那笑声 简直就像雷电一样 落到了三只老鼠的脑袋上 哇好好好 老鼠想上收音机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我还以为是谁呢 这不是老鼠吗 三只一起来 有什么事吗 于是黑老鼠代表另外两只说 这回我们成立了一个合唱团 所以 我们想新座一样的五尾万里福 五尾万里福 店主忍住了没有笑出声 鼻子动了动 说 这可太了不起了 不过 你们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演唱呢 是公馆 剧场 还是上电视呢 黑老鼠大着胆子流畅的说 是收音机的音乐节目 广播电台已经来邀请了 这可叫人吃惊了 店主摊开双手 夸张的做了一个吃惊的样子 这话 连白老鼠和灰老鼠也是头一次听到 佩服极了 他们想 不愧喂黑老鼠啊 就是行 店主把挂在脖子上的卷尺取了下来 说 原来是这样 那么不做衣服可就不行了 其实 店主早就想做新衣服了 虽然店门上写着 缝制高级绅士服 然而实际上 顾客都被大商场吸引过去了 来这个店里的 不过都是一些羞羞补补的活 锁个扣眼啦 换条拉链啦 改个裤子长短啦 店主一天天静干这样的活了 所以 偶然就会想着做做漂亮的西装了 老鼠也是顾客啊 而且一次就是三件 少有的机会呀 店主想 于是 恭恭敬敬地说 那么 请让我来量一下尺寸吧 三只老鼠一个挨一个爬到缝纫机上 让店主量了尺寸 量完了 店主恭恭敬敬地说 三月二十日过五就可以做好了 三只老鼠的胡须哆嗦着 好一会儿什么也没有说 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被这样嘲笑一顿 过来一会儿灰老鼠才结结巴巴地说 请不要说那种话 请听我们唱一首歌 想不到老头子不耐烦地摆摆手说 我这里忙着呢 哪有闲工夫听什么老鼠的歌 再说了 又没有伴奏 能唱出什么好歌来 伴奏 三只老鼠互相看了一眼 倒也没想过这事 唱歌还要伴奏啊 老头子傲气十足地问 谁弹吉他呢 三只老鼠默默地低下了头 又弹钢琴的吗 三只老鼠轻轻地摇摇头 那你们有钱请乐队吗 三只老鼠瞪着红红的眼睛 都快要哭出来了 老头子打了一个哈欠说 那样的合唱团 到哪里去也不行啊 然后瞅了一眼手表说 哎 已经到了关门的时间了 快回去吧 三只老鼠垂头丧气地 离开了广播电台 夕阳把这一带照得红红的 三只老鼠在林音道的一边 排成一列 巴达巴达地走着 好不容易做的五尾弯礼服 一样的领带 还有长时间的练习 全都泡汤了 滴答滴答 悔恨的眼泪落在了路上 恰好在这个时候 风搜的一下吹了过来 三只老鼠的前头 映出了一个长长的男人的影子 接着 那个影子突然开口说话了 如果可以的话 就到我们的广播电台来唱歌吧 前头的黑老鼠连头也没抬 打道 我们刚刚被中央广播电台给拒绝了 说是没有伴奏 不行 于是长影子说 不 不用担心伴奏 因为我们有乐队 嗨 那您究竟是什么地方的广播电台呢 影子回答 西风广播电台 三只老鼠一起抬起了头 想看看那个人 但是一个人也没有 也就是说 只不过是一个影子 是的 那个人只不过是一个影子 我是西风广播电台的局长 从刚才起 我就在听着你们的讲话 无论如何请你们成为我们的专属合唱团 专属是什么意思 白老鼠高声问道 也就是说 只为西风广播电台唱歌 我会给你们足够的乐心的 当然了 还有伴奏 听了这话 三只老鼠高兴的跳了起来 然后 七嘴八舌的问 谁来为我们伴奏呢 于是 西风广播电台的局长严肃的说 西洋下山的声音怎么样 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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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西洋下山的声音 这可太好听了 三只老鼠开心极了 然后 一起看了一会儿正在下山的西洋 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好 就定下来去西风广播电台了 局长说 那么就直接去广播电台吧 它在哪里呢 灰老鼠问 让我当向导吧 稍微有点远 请跟我来 局长向西走去 三只老鼠跟在后面 三只老鼠的脚步格外轻快 一想到马上就能上收音机了 再怎么远也能忍受 只有一个长长的影子的局长 和三只穿着五尾晚礼服的老鼠 穿过大街 穿过公园 又过了桥 穿过原野上一条细细的小路 走过沼泽 只是一个劲的向西前进 那以后好几天过去了 一天深夜 那家西装店里 老爷爷还戴着远眼镜在干活 老爷爷的活 还是换换扭扣 补补口袋 窗子边上 鹰草在夜风中摇摆着 突然 店主记起了那几只老鼠的事 怎么样了呢 穿戴整齐的出去了 也不知歌唱得顺利不顺利 店主打开了收音机 正在播送这一天最后的新闻 稍微转了转 另外一个台再播送广播剧 再转一转 是英语 今天好像没有音乐节目 店主开始把调谐度盘往回转 但就在收音机的指针 转到灵数的时候 混杂着杂音 突然听到了歌声 店主竖起了耳朵 是合唱 非常动听的三重唱 太像了 店主想 和上回三只老鼠一起唱 您好时的声音像极了 店主想把收音机的音量 开大一点 可杂音也大了起来 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 也跌到了一起 这是什么台呢 店主歪着脑袋想 尽管如此 他还是觉得 这合唱确实是 那几只老鼠的声音 那是这样的歌 我们是西风三重唱 迎着下山的夕阳前进 沙沙沙沙沙 响起了伴奏的声音 是这样啊 西风三重唱 这个名字起得好 店主开心起来 摇着头 一起唱了起来 我们是西风三重唱 迎着下山的夕阳前进 啥啥啥嗦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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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